早上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倩 早上 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欣 現在我們的感覺是特別新鮮的 因為第一次真的衝出Studio 給你們早上有意思 再加上因為每一次星期五 來到這個環節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我們都是網上做訪問 但今次就現場見到這位朋友 當然我們以前有見過面 只不過面對面錄一週all in 就是第一次的 我們先歡迎我們的時情專家作者 洪維祥律師 洪維祥早安 兩位DJ早安 所有聽眾早上好 哇 一模一樣的齁 真的 你們有覺得很新鮮嗎 每次人家說得好 一樣的齁 無論是現場還是網上錄 對啦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對洪維祥來說也不陌生 經常做Facebook Live的嘛 所以真的是可以套套不覺的 而且我們現在分兩張作者 很像要辯論的感覺 這樣子有沒有 真的 然後你要做那個 家庭救贖 那今天我們好好地來聊幾個 近期比較熱門的課題 那首先就是這個 固定國會任期法 又再次被提起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副首相 阿姆扎希就有提出 說要去你這個 任期法的一個建議 有遭受到可能一些 反對黨的反對 就說是不是因為太怕 政府被換 或者是陷入絕望 才會做這個舉動 你又怎麼看這個事件 其實限制國會任期法 在西敏市議會制度 就是馬來西亞這樣子的國家 其實是很少見的 因為我們的行政跟台灣跟美國 它總統制是不一樣的 總統制是直接受到人民的委託 所以你可以做滿四年 因為你的委託是很明確的 像我們是西敏市議會制度 首相它的委託 並不直接來自於人民 因為首相只是一個區域的國會議員 它的委託來自於它的國會議員 所以當你獲得國會議員的支持 你就可以做首相 如果你沒有國會議員的支持 那你就要換首相 所以你沒有固定任期 你的任期是來自於 你有沒有得到國會議員的信任 這是為什麼 在西敏市議會制度國家 通常都沒有固定任期制度 當然英國在2011年 也就是我們制度上的宗主國 我們的政治制度傳承至英國 英國它是有嘗試制定這個固定任期法 也是現在馬來西亞要學習的 可是英國當時制定這個固定任期法 其實並不是要保障政權 它不是要說你的政府 卡梅隆的政府要做滿四年或五年 並不是 當時的背景是因為英國的政局很動盪 它跟馬來西亞一樣有兩個政黨 AB政黨不同理念的組成了聯合政府 那聯合政府AB政黨本來互不相信的 他們擔心A政黨的首相會突然解散國會 你利用了我獲得了權力 穩固了之後你就舉行大選 所以我不要給你隨便解散議會的權利 所以固定任期國會法案 其實是為了限制首相任意解散的權利 但這一個法案在2022年被推翻了 因為它實行了11年以來 其實只有一次是真正有固定到五年來舉行一次選舉 因為西敏市議會制度像我剛才所講 它最終還是必須回到國會議員 你有沒有獲得國會議員的支持 所以最終英國還是廢除了這個法令 回到傳統就是交由首相 當他覺得他失去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 他就尋求解散交由皇室交由國王來決定 要不要通過讓你解散 所以這個是我們制度的情況 跟共和制跟總統制是不一樣的 這一點大家必須要明白 那剛才我們就提到關於國外 如果現在馬來西亞想要走這個 固定國會任期法的話 其實有沒有這個必要性 還有適不適合馬來西亞呢 待會我們再聊聊著Melody 早晨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晴 早晨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恩 今天Melody早晨有意思特別熱鬧 除了有我們的現場居住朋友 還有我們做這個現場會直播的版本 這個就是一週all in 是的 我們現在身在 就是檳城的光華日報的大廈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我們 現場直播的情況的話 就快點來了 我們也要請你喝咖啡的播 我覺得我們麥克風其實都很精彩 因為每一次的一週all in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疑問 其實是想問我們的洪律師 都要請到他這個分析 剛才我們就講到關於這個 固定國會任期法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必要性呢 那又適不適合馬來西亞呢 這個真的要問一下洪律師 你覺得怎麼樣呢 其實現在討論這個 固定國會任期法 不管是政府還是反對黨 他們討論的方向都是 這個固定國會任期法 是要阻止推翻政府的行為 要讓政府穩定 其實像剛才我們所討論 你這個目的 其實用固定國會任期法 是達不到的 因為固定國會任期法 其實是限制首相 任意解散的權利 你首相不可以 蘇格哈蒂做三年 你就解散 你一定要五年 或者是你被推翻的時候 所以我們回到 英國的固定國會任期法 其實它裡面也清楚闡明 當這個 雖然我們有固定國會任期法 你要做滿五年 但是當你失去 大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 你還是必須要解散國會 所以一樣 在固定國會任期法裡面 政府還是可以被推翻的 只要你失去 多數國會議員支持 因為這是民主的底線 如果一個政府做得不好 你還是要他硬硬做完五年 那這就不是民主了 因為我們投你是因為你好 你變壞了 我們自然可以把你給投下來 而且馬來西亞是沒有像台灣 這樣子的罷免法 像韓國瑜高雄市長 他半路放假去選總統 大家就罷免了他 馬來西亞是沒有罷免法 所以如果你連這個 推翻政府的都不行 這很明顯是違背民主的 其實我們如果要讓政府穩定 我們政府應當要穩定 不要一直搞政變 好好的搞經濟搞民生 其實我們要政府穩定 我們已經有相關的法律 就是反跳槽法 反跳槽法不要讓國會議員 任意轉換陣營 你轉換陣營 你要付出代價要懸空議席 那你就可以阻止這個青蛙 跳來跳去政府一直在換 可是馬來西亞的問題是 我們制定這個反跳槽法 裡面有很大的漏洞 被政黨開除 並不算是跳槽 所以他這個漏洞 其實就是2020年 喜來登政變發生的情況 但是阿治民主萊達也是沒有退黨 他們是直接支持對方 就像現在六位土團的議員 也是沒有退黨去支持安華 所以你看他還是國會議員 他的議席沒有選口 所以證明了這一個反跳槽法 是有巨大的漏洞 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要穩定政府 你要讓這些國會議員定下心來 不要隨便的換政府 你必須把這個漏洞給補上 這才是正確的解決方案 而不是制定一個違反民主的 固定國會任期法 所以這一點我們必須擺清楚 請把這個漏洞給補上吧 所以這個固定國會任期法 因為現在還是備受討論的 你覺得他的那個 真正會實施的機率高嗎 在馬來西亞 從現實來看 我覺得就像前法律部長 Zaid Ibrahim所說 你不要浪費時間去研討這一個法令 因為他根本是不能夠解決 你現在所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你明明就是浪費時間浪費資源 像我們剛才所說 所以在我看來 現在討論了一輪之後 要實行要制定 應當是不會去進行 而且不要忘記 2021年當國盟執政的時候 當時也是有討論 要制定這個固定國會任期法 最後也沒有程式 當時要制定這國會任期法 跟現在的理由是一樣的 都要穩定政府 但是最後他們選擇做了反跳槽法 但反跳槽法有漏洞存在 這個才是我們要正視的 只要把反跳槽法的漏洞補上 那政府就會穩定了 好的了解 那倒回來呢 我們再聊一聊 關於另外一起事件 就是這號人物 經常都在新聞裡面看到他 那就是敦馬拒絕童話論呢 就被炮轟了 到回來我們再聊聊 首者Melody 早晨有意思啊 你好我是Vivian 早晨你好 我是Jason林珍淺 繼續今天的Melody一週all in 我們在現場 這個真的現場 我們有市政專輪作者 洪偉祥律師 洪律師你好 大家早上好 好繼續來探討這個話題 那早前呢我們的前首相敦馬呢 就接受了這個印度的 衛星電視頻道的一個 獨家的線上採訪的時候呢 就說一個人必須要被稱為馬來人的話呢 才有權利將馬來西亞 視為自己的國家 他有說到譬如說馬來西亞的印裔人民啦 就他們的母語呢是Tamil 而不是馬來語 所以呢就不能稱得上是這個馬來西亞人 當然這一個這樣子的言論呢 也引起大家的這個熱烈的討論啦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就說 為什麼就是東馬一直沒有受到對付 因為他不斷的發表這種類似的言論 其實是有怎麼樣的一些法律啊 或者是條規我們必須要去注意一下的嗎 在談法律之前喔 其實敦馬這種童話論 已經是老調重彈的啦 他講了很久 包括他的著作馬來人的困境 他在成為首相之前 他寫的那個書 六十年代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樣子的論述 但這是一個很過時的想法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的國家 這一個多元是受到憲法所保障的 所以他一直這樣子老調重彈 而且這一次他更過分喔 他直接質疑說如果你不要變成馬來人 你不要把馬來語視為你的地語言 你不要奉行馬來人的生活方式 你就是叛國 你就是不效忠國家的 這是很過分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直接質疑 其他民族對國家的效忠 這一點是不能夠容忍的 那回答先生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什麼法律可以對付 當然我們馬來西亞沒有制定 專門的族群關係法 就是你不能質疑其他種族 質疑宗教的權利 沒有 之前在國政時代 曾經有討論要制定這個法律 但是討論了一輪之後 就不了了之也沒有成立 但這樣子就代表沒有法律可以去提供嗎 並不是我們有煽動法令 我們有刑事發點 然後我們有通訊及多媒體法令 裡面都有說如果你引起某個族群 或者是其他人的不滿 你是故意要發出這樣子的言論的 或者是引起不安 或者是要引起衝突 你都屬於犯法的行為 所以敦馬這一番言論很明顯是錯誤的 而且他質疑了我們憲法 賦予給每一個公民的平等權利 所以沒有任何的疑問他應該受到對付 可是敦馬因為他年紀大 因為他地位高 所以大家對他的容忍度都會更大 政治人物想要對付他 法律想要對付他也會有考慮 如果對付他 會不會給人覺得 你對一個老傢伙這樣子殘酷 是不是會丟分 會有政治的效應 所以沒有人什麼會去對付他 但這很明顯是不公平的情況 你不去對付他敦馬 就會越來越口無遮攔 反正我都不用付出代價 所以我可以亂講話 大家不要忘記 前一個月不久前 有一位柬埔寨的女士 她在直播的時候 只不過是說馬來人懶惰 然後她說了 這是開玩笑的 我並不是真的要講馬來人懶惰 我只是直播做效果開玩笑 結果她被控上法庭 現在敦馬直接質疑 印度同胞跟華人同胞 是不效忠國家的 它的嚴重程度 是遠遠比懶惰論還嚴重 可是卻沒有受到任何的對付 這很明顯是不公平的情況 我們應該以法治國 用法律來去對付這些人 是不要有雙重標準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可是政府能夠怎麼更好的去幫助 我們去跳脫一些種族 還是宗教主義的一些捆綁呢 當然制定 如果能夠明確的制定 一個族群關係法 就是說你這些東西 是我們獻付的權利 你是不能夠去質疑的 是最好 但是像剛才所說 曾經有努力過 可是最後不了了之 我們在這裡只能呼籲政府繼續去做 除了立法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政府應當對這些很明顯 觸法的行為去採取行動 你的法你要去執法 你的法才是有效率的 如果你不執法 你的法就只是一張紙 一個條文 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政府當敦馬這樣子 明顯質疑其他種族的權利 而且是完全沒有根據 我們怎麼不效忠這個國家 我們一直為這個國家在付出 繳稅這個國家 為這個國家在貢獻 你卻這樣子 無來由的 就這樣子來質疑我們 這是很明顯錯誤的事情 可是你卻受到法律 某種程度上的包庇 因為其他人會被對付 你不會被對付 這一點是完全不應當的 所以政府應該確實的行動 不要因為他德高望重 德有沒有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的資歷是很高 你就不去對付他 這一點是不應當的 所以不能有那種心態講說 他每次都是這樣子的 每次都亂講話 所以我們就包庇他 不行 越包庇就越嚴重 是的 那稍後來我們看看 另外一個關於法治的課題 就最近總檢察長有說到 檢察官無需向民眾去解釋 為什麼會撤回一些形式的指控 那這番言論也引起了一些非議 稍後來繼續聊 所謂提供的主題 提供的是MELODY 早安你好 我是Janson林真淺 早安你好 我是Vivienne文維恩 繼續今天的MELODY一週ALL IN 依然在光華日報的大廈這裡 進行烏外直播 當然除了我和Vivienne之外 還有我們的事情專欄作者 洪偉祥律師 洪律師你好 大家早上好 好的馬上進入下一個課題 就是最近我們看到總檢察長拿督阿莫特里魯丁 就在2024年的這個法律年開幕儀式上就發表 他的演講的時候就說了 檢察官無需向公眾解釋 為何撤回形式指控的這番言論 就引起了很大的非議 捍衛自由律師團之後就批評對方的言論錯誤 甚至是已經違反了這個法制的原則 其實想要問一下 關於這個總檢察長的裁量權是否受限的呢 從法律來看 確實他是有全權的權力去決定要怎樣去提控 要怎樣進行這個案件 然後幾時要測控 所以從法律上來看 總檢察長的這一番言論並沒有錯 但是這只是法律上而已 因為法律是死的 我們還有其他很多不成文的規定 就像是我們選首相選國會議員 其實按照法律來講 他在國會裡面投票 不管你的事情嘛 你人民投了我 就由我來決定 你們已經信任我了 可是好像跟人民交代 對 所以你在國會投票 當然你可以任意去投 但是你必須向投給你的選民們交代 因為你的權力基礎 你投票的權力來源於人民 所以總檢察長 雖然法律上他不用交代 但事實上他有這個責任 有這個義務 因為總檢察長 其實他是政府的一部分 他是由政府所委任去進行提高的 所以你背後還是民意基礎 是人民給你這個力量 你才做到這個位置 所以你不管是做任何決定 你要記得 你做決定的根基是人民 那你怎麼能說我可以不需要向人民去交代 這很明顯是倒退的情況 民主的社會不應該有這種密室政治 你做任何的決定 包括首相安華 比如要對付敦馬 你也不能說我要對付你就對付 你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理由 你要公開給人民知道 這個是法制的基礎 所以總檢察長說出這一番言論 很明顯是違背這個法律原則 他把法制變成人質 就是我要怎樣就怎樣 我不需要向你去解釋 所以這個是違反我們現代民主原則 可是為什麼他會這麼講呢 既然大家都知道 哇這樣講可能就是會引起很多的這個非議 而且他作為一個總檢察長 他應該比較清楚這一方面的 其實我國的總檢察長 一向來都備受非議 因為沒有那麼的中立 總檢察長把自己視為是一個政治委任 我要去報告 我要去報告的上司 並不是你們人民 是委任我的首相 所以我不需要讓你們滿意 我只要讓我的上司滿意就可以了 所以一向來都有 這樣子的情況 包括1MDB 大家還記得嗎 納吉時代 當時的總檢察長直接說 當全世界都在調查 新加坡 瑞士 美國都在調查 他跟你說我們馬來西亞沒有case 納吉是清白的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現在是被狠狠打臉的 所以馬來西亞有這樣子的習慣 其實是不好的 不應當的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其實公民社會也好 比較進步的國會議員也好 一直都要求把這個總檢察長交由國會 因為國會代表的是人民 人民選國會議員 交由你向國會去負責 那就可以扭轉這一種 覺得我不需要向人民報告 你我的權利基礎是來自於政府 而不是來自於人民 這種謬誤的想法 所以這是完全錯誤的 可是每一個這個刑事的指控 每一個case都要交代的嗎 還是引起人民注意的 就是比較大的case才需要呢 其實 理想而言當然是每一個case都要交代 但是刑事案件每天有千千萬 像現在在馬來西亞的法庭 應該就有幾百或者是上千條案件在進行著 所以一般上沒有關注的 你肯定就不用特別去解釋 因為法庭提告的是總檢察長 但是做出宣判的是法庭 所以如果你這個提告是不正確的 那法庭他會把你的case去消掉 或者是判你敗訴 但對於這種很多公眾目光 大家都很關注的案件 你是有義務向大家解釋的 這一點是必須講清楚 也希望政府任何的官員都要明白 你並不是天生做官的 你可以做官是人民所授予你的權利 我們是法治社會 這一點所有官員都必須要清楚 是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慢慢的走向這個方向 那今天在Melody Join 非常謝謝洪偉祥律師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